张云雷半眼无莫愁 一首笨女人让他唱出了百转千回的味道 站在一旁的酒郎 虽然眼睛小 但是也能看出他的震惊 估计酒郎心中的OS 是 我好想逃却逃不掉 而张云雷的在台上的野路子 还远远没有停止 颜鹤翔连连后退的样子 属实是被张云雷吓坏了 然而陶阳更是一屁股 坐在二爷怀里 引起台下的观众的惊呼 台上演员玩得欢 台下观众更玩得演 孟赫棠更是被粉丝 当场要求拖一个 就是因为玩得太野 郭德纲百年老殿的名声才被败坏了 不过玩归玩闹过闹 再说相声上面 他们都是非常认真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会